接著來看一個祈福的消息 這是南方澳海域今年很不平靜 溺水的事件一件接著一件 不但奪走了多條寶貴的生命 也造成地方人心惶惶 地方的人士決定在9月13日和14日這兩天 在南安國中的操場 舉辦水灿平安祈福法會 期望能夠透過民間的力量 來杜絕悲劇再度發生 美麗的南方澳內壁海灣 看似風平浪靜 卻潛藏恐怖的死亡危機 歷年來突如其來的瘋狗浪 已經捲走了多條無辜生命 今年暑假更是連續發生兩起溺水事件 一口氣奪走了四條生命 再加上工作意外落水自殺等等意外 今年到目前為止 至少發生了12起意外事件 也造成了地方不安人心惶惶 地方投人眼看事態 不能夠再繼續嚴重下去 決定在9月13、14兩天 在南安國中操場 舉辦水灿平安祈福法會 這個溺水事件頻傳 造成地方人心惶惶 地方也怕 因為這樣子 一個很美好的一個情人灣 會變成一個 好像死人灣或殺人灣的話 對整個南方澳地區 外來遊客的印象形象都不好 所以地方有見於此 最近就準備要做一個水淺的法會 因為這時間很急 必須要在9月13、14兩天 在南方澳南澳國中的操場 來辦理這樣的一個法會 希望藉由這樣的法會 讓地方更加的平安 更加的平靜 這是地方一個共同一個祈求 而由於發生意外的大都是 在外地遊客身上 為了避免再有外地遊客 誤入恐怖海岸 也將招募巡守隊 勸導遊客不要下去細水 地遊客身上 在外地遊客身上 在外地遊客身上 都非常緊張 南方澳的之前兩天 會有巡守隊在那邊來做一個勸阻 勸導 甚至於來被維護 叫不懂的外地人 不要來這個地方 會產生一個消高映 會有那個風果浪出現 所以一定要請他們注意 最後面安全 南方澳地區過去也曾在 南方澳四處漁港舉辦了法會 當時港區十分不平安 適合多年法會再現 唯一的目的還是要祈求一切平安 野蘭新聞記者黃文淑採訪報導